今天是高雄市南籽区右昌國中 為什麼來到右昌國中 因為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是一位 我們基站 對基站出身 我們基站的優良會員 表現得非常好 給我們基站的工會 來推薦給我們高雄多中工會 做優良會員 我們現在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南籽区右昌國中的廚房技工 我叫潘淡娟 我擔任這個工作已經有十幾年了 那我的團隊 我的團隊非常的合作 那我們之間都很有默契 那大家都非常的工作 非常的認真 那我們把我們很好的營養午餐 然後製作的非常的好 那我們的營養師也開營養午餐 然後我們給我們的學生 然後當作我的小孩一樣 然後我們給我們的孩子吃 很好的 然後我在這邊很認真的工作 我把右昌國中當作我的家一樣 好 這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祭司 當然我們這個潘小姐 她本身在右昌國中 在廚房 在這家廚房的貨物的工作 我們也要清晰一下 她也有孩子吃菜要怎麼處理 都吃菜的人就煮熟室的給她吃 連鍋子就用那個什麼 洗澡乾淨乾淨 那個鍋子就是煮熟室的 我們一個住廚 都煮熟室的 都煮熟室的 老師 連我們的學長也吃熟室的 你們學長也吃熟室的 我們學長十幾月 現在你看六十幾月在吃 大家都也窩窩窩 不是我自己窩窩我自己而已 你問一下我們問我們校長就知道 是不是這也有符合營養的比例 有啊 一個禮拜都有開一個蔬食的餐 非常的環保 非常的環保 對 我們營養午餐真的是 真的是高雄市的 真的是通黑肉的 你可以去討聽一下嗎 你有加一些化學的東西嗎 沒有啦 我們的味精啦 什麼柴魚精都沒有在加的啊 我們的實在 實在就是只有糖 鹽 醬油 有的稍微一點鹹的就是辣椒醬 辣椒這樣而已 小孩沒什麼愛吃鹹的 小孩比較愛吃那個 就是你用鹹的還是甜的 放一點糖 鹽嘟嘟好就好 不要太鹹 小孩就很好吃了 我聽起來不錯 你們對我怎麼有在賣 沒有 你可以問我們現在實習老師 現在就是有吃我的 吃了三年 比仔肉現在在那個鐵磚比仔肉 就回來了 做實習老師 現在看到我就說 我喝你喝到這久了 喝我營養午餐 喝你營養午餐 對 所以說這個好好推廣營養午餐 但是六十幾個餐廳 只有六十幾個餐廳 六十幾個餐廳是吃素食的 六十幾個餐廳 一千七百幾個餐廳是吃素食的 所以說你一天都要給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來吃這個餐廳 我們最高達到兩千五百人 兩千五百人是包括 包括全校 沒有 全校而已 老師跟學生 我聽說你最近有得到 我們這個總工會 表揚這個優良會員 你有開心嗎 有喔喔 我現在很開心 真的十年齁 十年齁 知道說要來頒獎齁 我十年都沒有睡 真的 喔 懷疑到這樣 我又卡到 我們學長說 我們學長說 好 我得到這個種齁 真的學長給我這個榮譽 我很開心 提供你們學長也是一位流行齁 對對對 學長逛之後 頭頭的晚上 幫忙一下 喔 我們學長有夠讚的 是 你可以去探討 對 對 大家齁 今年齁 我們家齁 處境齁 真的熬落到 熬落到 真的熬落到 真的熬落到 好 OK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潘小姐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有很多情 當然 我們不能忘記 我們高雄市南紫區 宥昌國中 這裡有一個潘淡娟 潘老師在旅逛 為大家有的學生師生 來服務營養午餐 當時剛才也有說到 現在也有一個漂亮的校長 我們大家是不是來看看 看看我們這個營養午餐 來吃看看 不知道外面的人可以來吃一下嗎 不行 因為這是好好的福利 是 是 是 等於是說 家長 志工 來這邊服務 然後他有 參與這個工作 然後 那他有打那個菜 然後我們才會給他吃 要交錢的 這樣意思就是 大家都要交錢 如果是 志工 如果來好好做志工 就有機會吃到就對了 沒有 也是 很少很少 很少 有些都要自費 就是要自費 好 自費是沒關係 連校長也是自費 如果吃到就好了 自費沒關係 OK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現在的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 再繼續 但是 我們也請潘小姐 跟我們所有的 共同朋友 成功公佈電台 以及我們港督網路電視台 所有的好朋友 跟她說 好 大家再見